数字的东西如果做好的话 它可以模拟机械 反过来 机械东西如果做好的话 它可以模拟数字 万表刘行丽 天书记得起 大家好 我是刘行丽 哎呀 我有点紧张 好 大家也看到了 我紧张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我们请来了 两位业界的重磅大咖 这位是常伟 常老师 他是中国著名的钟表文化学者 大家好 童老师最近在忙什么 最近还是麻烦一些纸上工作 有一本外文版的 钟表历史的书 我参与编写的 春节之后可能跟大家见面吧 好啊 到时我跟我们的 万表流行丽的本事们 一块分享一下 他也请你来做一个签名秀 好 谢谢 康老师呢 大家都陌生了 中国钟表网 欧洲署总经理 最近在忙中国钟表网的 各种小视频 今年疫情不是放开了吗 触发瑞士表战前的 各种准备工作 好 开始进入常态了 我们现在是在朗格的专门店 我们虽然是在2023年 但是我们要补的是2022年缺的课 刚好呢缺和白缺 我请两位老师呢 跟我一块助力 让大家对这个产品 都更深入的了解 更丰富的了解 咱们请常老师先说说 康老师你准备给我们朋友介绍哪一款啊 其实朗格大家知道 它是德国顶级的首表 其实产量比较少 新款的这个出品也是有限的 但是就今天我们面前所展现的这几个表 我个人还是会选这一支 为什么选这一支 其实很简单 咱们都是老朋友 咱们三个加起来也一百多岁了 那一百多年前 这个怀表时代 其实展现的钟表的文化历史非常厚重 那么这款表 其实就脱胎于这个怀表时代的形式 而且最让我感兴趣的 就是它的白色的法郎盘 其实那个时代的钟表 基本上都是这种白色法郎盘 可能在钟表的这个鼎盛时期 怀表的鼎盛时期 主流的这个表层中是首法 应该是法郎 法郎嘛 标配嘛 对吧 而且它这个还是一个最简单的三文的手本 通过身相能够报时能够读取世界 对 这个也是一个手表领域当中的一个高阶的作品 OK 那除了这个三文这个外形风格以外 这个它的比如说性能啊 它的这些各方面的表现 这个唐老师能不能点评一下呢 其实从刚才的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啊 其实它有一些的技术特色 其实还不是传统意义上怀表时代有啊 比如说这个鹰锤和鹰黄敲击的时候 它可能会发生两者的粘连 那这些都是在怀表时代是非常普遍的 那在这款手表当中其实它已经有所装置来能够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对 所以其实应该说虽然是怀表的底子 但是是手表的心脏 对 心与时俱进了 对 对 对 大家别指望看表背啊 这是一个样表 呵呵呵呵 实物要在日内瓦表展期间才能看到 或者是关注朗格的官方号 或者是经常逛一下它的专卖店 请康老师给我们挑一块表 介绍介绍 我是肯定挑这个近三年最热的奥德秀斯 奥德秀斯19年出了一个金刚的 是朗格第一个量产的钢表 后来出了贵金属款 到了22年呢 终于出了一个钛金属 钛金属就特别轻嘛 就是带的手上会很轻盈 然后这款奥德秀斯也是朗格少有的自动机型的 用大的这个白拖 这支表就是带的手上非常非常的舒适 这个表呢 确实是朗格的一个很重磅的作品 近年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件点作品 康老师给下定义了 豪华运动 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应该知道 这个也是整体式造型 当下有后 表盘呢也是做了一些下沉处理 号称是冰蓝色表盘 你们看出来 冰蓝色表盘 然后日历的窗口呢 跟传统的奥德秀斯呢 做了一个反转 来标示了它的表壳材质 刚才康老师说了 是这个泰技术 而且就是它这部显示窗的配色 它是白底的 这样看起来更明显 更明显一点 可读性更强 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 还是买不到啊 对这算比较意表难求 钢款的本来就够稀缺的 这个泰款的更稀缺 刚才康老师说了 这款限量250支 全世界 全世界 好 两位老师都说了 剩下的呢 我来试着说一下 然后我有漏掉的时候 请老师补充一下 好吧 期待 好的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这个换说法啊 我要说的是这两款表 这一看这个 外观就知道啊 这是所谓的猫头鹰啊 我还真没见过真的猫头鹰 但是他们说这是猫头鹰 据说这个造型呢 时间桥显示啊 这个方式是比较直观化的 叫猫头鹰啊 这是一块 还有一块呢 就是叫 朗格一 但是这是大朗格一啊 就是这个朗格 虽然是机械表的专家啊 萨克森精密制表 德国简约制表 但是呢 他用机械手段 做了一个数字化的表现形式 数字的东西呢 如果做好的话 它可以模拟机械 反过来呢 机械东西如果做好的话 它可以模拟数字 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反向证实的一个例子啊 朗格的纯机械的表 用这个数字化显示 当然这是小时 就是分钟显示啊 很大很显微 看着比较方便 但是有一个问题 常老师手里拿这个 大朗格一的话 也是打着力显示 而且是很经典的朗格款式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你发现没有 它们俩的厚度不一样 这个大朗格一呢 很薄 这个很厚 我们先说这个 大朗格一怎么变薄的啊 这个原来的大朗格一呢 它厚度应该是9.2毫米 通过一些手法 让这个表薄了下来 比如说啊 大约穿的窗框 它占有一定的厚度 朗格通过把这个窗框 削薄 减少一些厚度 同时呢 表牌上的一些刻度呢 包括指针 它都占用厚度 朗格用它的手法削下来 所以就学下来宝贵的0.6毫米 8.6毫米 就接近超薄万表了 这么复杂 这么精密的一块表 所以还是很不错的啊 为什么它这个猫头鹰厚呢 就是它里边有一个大家看不见的复杂功能 恒立勤纵 嗯 通俗的说 其实就是我们 从发雕和传输的动力啊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动力是比较足的 因为上满条的嘛 那到它末端的时候 它调的这个动力就不太 扭距落差 对 所以传统的这个改良的方法是用这个军力圆锥轮 也叫要保塔轮 是吧 那在中上面很多 但是手表上很难 我们说的织门链 其实还是厚度很多增加的 嗯 但是朗格它这个另辟吸进 它还是用了我们所说的 横立勤纵机构啊 或者横立勤纵装置 那实际上是把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动力的衰减 变成一个动力均匀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这种对动力消耗特别大的手表 能够有一个均匀的力来推动 能够有精准度的保证 他说这里边有一个关键性的原件 叫什么油丝 所以这个还是非常精细 对 所以你看啊 这个表呢 虽然看似简单 但里边有一个复杂功能 就是刚才两位老师说的 横立勤纵 因为这个再加上它厚实的 着实的用料和这个精密的这个复杂的机构 所以它比较厚 但是呢 很有机械感 这真是称得上是萨克森制造的典范 是 多细 嗯 OK 好 这个朗格的迟到的2022新品 我们只能先介绍这里 你们喜欢什么 欢迎留言互动 告诉我们 如果你真喜欢哪位老师的话 我把它请 专门做一次节目 OK 就这样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 好了 咱们下一个活动是什么活动 雷达 明天 OK 我希望明天 能在雷达的活动现场呢 也能看到连文老师 好 给你分享一下他们的看法 好吧 就这样 关注我们 谢谢